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实力如何吧 本期将详细的讲解离岳港新住户 那个女人咸云的技能机制 装备及养成 相关队伍搭配 咸云是一名具有提高场上角色跳跃能力 丰富角色玩法 提供全队治疗的风元素辅助型角色 释放元素战绩 可多次腾空跳跃 产生多段位移 十分适合大世界探索 释放元素爆发 为全队治疗 提高场上角色的跳跃能力 使诸多角色拓展下落攻击玩法 固有天赋 还可提高我方角色下落攻击的伤害 升级角色材料如下 技能解析如下 技能加点 元素爆发优先于元素战绩 优先于普通攻击或者重击 低命闲云多作为辅助入队 优先升级元素爆发 提高治疗量 解锁六命体验风伤玩法时 可升级元素战绩等级 六命之前也打算体验风伤玩法 可升级普通攻击等级 辅助直升大招 六命升级战绩 低命输出可点普攻 技能讲解 普通攻击 一 普攻与宁光 珊瑚弓星海等 法器角色类似 属于弹道类普攻 具有较远的攻击距离 二 普攻攻击四段 每段均只造成一次弱风元素伤害 一元素量 第四段 具有轻微施放动作前摇 遵循常规附着规则 常规附着规则 同一模组的攻击在命中敌人后的2.5秒内 第一 四 七次攻击 右车每间隔两次攻击 对敌人施加元素附着 三 每次重击均可施加弱风附着 即如果敌人以附着火 恩水 雷 冰中的元素 则每次咸云重击命中均可触发对应扩散反应 低命咸云更多作为辅助培养 通常不考虑输出玩法 因此可不升级该技能 如果低命咸云 也打算以输出玩法为培养目标 则可升级 六命多以战技进行输出 也不用升级普攻 1.元素战技 可连续施放三段 不天梯 点按元素战技 每次不天梯结束都将提高咸云冲击波的范围 伤害 一段比一段强 2.每次不天梯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的风伤 不会触发对应扩散反应 即无元素量 不施加风附着 不天梯的路径伤害 属于元素战技伤害 3.元素战技 可以在空中施放 点按普弓箭 即可下坠 施放 下落攻击 咸云冲击波 4.不天梯命中路径上的敌人 时不会产出风元素为例 后续无论哪一段的咸云冲击波 命中敌人都将产生五颗风元素为例 解锁6命后 元素爆发期间 释放战技命中敌人 将不会产生风元素为例 在输出时 为了缩短循环时间 可选择点按战技一次 即施斩下落攻击 节省时间 5.下过攻击 具有较远的锁敌距离 当处于较高的空中 一颗远距离快速锁定 并冲向一定范围内的一名敌人 造成风伤 6.每次咸云冲击波 均可施加一次弱风附着 其中 第一阶具有较轻的击退效果 2.三阶能够极飞任性较低的敌人 属于下落攻击伤害 元素战技 主要用于施放咸云冲击波命中敌人后 产生风元素为例 触发固有天赋 亦得下落攻击暴击率提升效果 本身没有额外的辅助机制 升级战技只能提高其伤害 战技本身的功能性多体现在大世界探索中 辅助项可不升级战技 风伤输出玩法可考虑技能讲解 元素爆发 1.释放元素爆发时将造成一次独立的弱风伤害 后续元素爆发中 竹心的先例助推 协同风伤 也为弱风伤害 遵循常规附着规则 常规附着规则 同一模组的攻击在命中敌人后的2.5秒内 第1 4 7次攻击 又撤每间隔两次攻击 对敌人施加元素附着 2.元素爆发的施放攻击将为全体治疗 后续竹心将每2.5秒为全队角色 进行一次治疗 均基于咸云攻击力 3.竹心存在期间 将提高8次跳跃能力 可拓展诸多角色的下落攻击玩法 元素爆发是核心技能之一 辅助功能多围绕元素爆发展开 竹心 提高场上角色的跳跃能力 可以丰富角色玩法 元素爆发的治疗效果 提高队伍生存能力 使得咸云可以依靠该技能加入诸多队伍中 固有天赋 固有天赋1 双灵高竹祥风势 1.利用元素战技的咸云冲击波 下落攻击 命中的敌人越多 提高场上角色的下落攻击爆击率越高 咸云在队伍输出时 通常是其手施放元素战技 且咸云冲击波具有较大范围内的锁敌效果 因此基本上可以稳定触发风铃效果 对群具有不错提升 对单 Boss敌人时收益较小 2.风铃的下落攻击爆击率加成 不会显示在角色属性面板中 固有天赋2 细想 因事动中先 1.咸云的右翼关键辅助机制 提高竹心 元素爆发 具有心力助推 具有跳跃能力提高 使得下落攻击伤害 2.该天赋的加成效果 基于咸云的总攻击力 下落攻击的坠地冲击加成 至多提升9000点 0命将根据咸云攻击力的200%计算 则需要咸云的总攻击力达到4500点 才能完全吃满 纯裸面板而言是很难做到的 这就需要咸云通过队内辅助手段 获得更高的攻击力提升 3.该天赋的加成效果作用于基础备率区间 与基础属性乘以下落攻击备率相加计算 可类比深鹤元素战绩的冰灵 云井元素爆发的飞云旗阵等 4.只有角色的下落攻击 造成触地攻击的那次伤害 居于伤害中心 才能获得该天赋的加成 下落攻击得外围波及伤害 擦伤不会获得加成 5.该天赋不会锁面板 会根据咸云的实时总攻击力结算 补充 部分角色的触发 雷电将军恩万叶 加鸣 1.特殊下落攻击模组 也可获得加成 如风源万叶的乱蓝波指 加鸣元素战绩的踏云线锐等 2.雷电将军施放元素爆发期间的雷伤下落攻击 无法触发加成 该下落攻击属于下落攻击动作 但是为元素爆发伤害 那么哪类角色适合拓展下落玩法 满足下放任意一项都可考虑选择 1.大部分具有下落攻击 可以自主获得元素伤害的角色 通常不考虑配合其他附魔类角色 协助获得下落攻击附魔 主要因为多一个附魔角色 占格子 使得队伍变成 输出角色 加提供附魔角色 加咸云加其他 导致不能选择更多辅助角色 提高伤害往天娱乐可考虑配合附魔角色 2.具有不错的下落攻击倍率 单位时间内 下落攻击并不明显低于常规输出方式 当前的法器类角色的下落攻击差距较小 且具有一定动作前摇 通常不考虑选择下落攻击输出 3.利用具有元素的下落攻击的独立附着机制配合 触发元素反应 上述更多是作为一种选择的参考 对于每个喜爱自己角色 想要让角色有更多新鲜玩法的旅行者而言 大胆地去尝试吧 天赋2是怎么增益的 简而言之 就是角色攻击力乘以下落攻击倍率 加上咸云总攻击力乘以180%在和其他城区的系数相乘 剩一物套装选择 1.在配合火、水、雷、冰等元素的输出角色时 有嫌翠绿质引4件 降低抗性 2.如上 选看 所示,当场上输出角色的M乘区,约大于3.85% 较高时,咸云可以优先考虑,习时之隔4件 3.咸云具有群体治疗能力 当前台输出角色的M乘区,约低于3.85% 较低时,也可考虑海染车取4件,习日总是质疑4件 4.另外,如果场上的火、水、雷、冰角色 较难先手挂元素配合咸云触发扩散反应 此时也可考虑使用习时,总使或海染4件 例如,队伍配置是火C加咸云加其他元素辅助2名 此时,火C无法先手附着火元素 咸云较难触发火扩散 那么此时就可考虑咸云装备习时之隔4件 5.可考虑绝缘2加攻击2散搭过渡 如果副磁条充能较高,可考虑攻击2加2的组合 治疗两件,最后才考虑 两件套优选充能优化循环 攻击提高天赋2增幅 6.前期过渡可考虑流放者两件 加学士两件组合 磁条与面板 1.元素爆发的启动至关重要 启动需要70点能量 因此,优先保障技能循环N10之� 启杀、杀漏 优先考虑元素充能效率 2.天赋2的增益 元素爆发的治疗量均与自身攻击力有关 因此在充能之后 可考虑提高咸云的攻击力 空之杯、杯子、礼之冠、头冠 均可考虑攻击力加成 3.咸云天赋2的9000数值上限 较难担人达到 因此,礼之冠的位置 优先考虑兼顾天赋增益 和大招治疗的攻击加成 而非治疗加成 仅提高大招治疗 4.单封咸云时 充能效率推荐240%加 还可在高、双封、多封阵容时 充能效率推荐210%左右即可 5.装备吸封密点时 暴击率推荐35%加 50%左右更加 提高武器技能触发率 以上是圣遗物搭配部分 武器选择和详解 1.赫鸣鱼音 正式知名童 赫鸣鱼音 5.1 优先考虑 咸云冲击波为下落攻击伤害 可稳定触发武器技能 提高队内下落攻击伤害 队伍的下落攻击命中敌人 还将回复咸云的能量 2.高额的基础攻击力 附属性攻击加成 进一步提高 咸云固有天赋2的增幅效果 元素爆发的治疗量 4.但是该武器泛用性较差 可搭配该武器的角色较少 原时不充裕 或有其他抽卡计划的旅行者 还请谨慎考虑 正式知名童 4.2.5版本 三介路想继活动获得 1.咸云通常会前置施放战技 施放战技后 该武器还将提高装备者 48% 精武的充能效率 进一步优化咸云的能量循环 2.不错的基础攻击力 附属性攻击加成 军气和咸云的属性需求 提高咸云的技能效果 3.为了保障全程循环 装备该武器时 可将充能堆叠在200%左右 如果旅行者已拥有该武器 可考虑直接选择填空之券 时间结束 但后续不会再触发 无垠蔚蜜蜜之歌 吸封秘点 无垠蔚蜜之歌 4.4.1版本 活动获得 辅助咸云不利用该武器的武器技能 主要配合565的基础攻击力 附属性30.6%的充能提升 没有其他充能武器时可选择 吸封秘点 4.1 附属性充能提升优化咸云的技能循环 且咸云的攻击造成暴击后还将优化全队能量循环 产出少量元素为例 全队可想 没有上述武器时可以考虑选择 2.选择该武器时 咸云需要堆叠暴击率 推荐30% 其他充能 攻击类法器 1.攻击类 如果没有上述武器 还可考虑纯水流滑 锻造武器 565基础攻击每27.6%攻击加成 具有额外攻击提升 白尘之环 锻造武器 565基础攻击每30.6%充能效率 武器技能 仅适配 雷伤角色 在不济还可考虑招星 忍冬之果等武器 用于前中期过渡 2.充能类 如果胜遗物提供的充能效率 无法满足充能需求 在没有上述充能武器时 还可考虑暗向的9与诗 565基础攻击 30.6%充能 一是戒刑剂 401基础攻击每39%充能 前期过度使用 3.不推荐隐满之时 你因为在装备者触发元素反应后 会降低装备的攻击力 降低咸云的治疗量 天赋2增益效果 风伤玩法选择 1.风伤输出玩法 更推荐六命闲云考虑 多次释放下落攻击 对敌人造成风伤 当前提高下落攻击伤害的武器较少 使赫明鱼音能够有非常棒的表现 其次发露山 班尼特和弗妮娜的登场 缩小了各武器之间的差距 诸多五星武器依靠不错的面板也能有不错的表现 2.可以根据上方的武器期望对比图来直接选择武器 不过都抽到六命闲云了 应该早就抽了赫明鱼音乐8JPG 3.面板方面 搭配弗妮娜可以考虑主引四键 暴击率推荐在45%到64之间 暴击伤害在130%加 搭配其他套装时 暴击率推荐在70%加 武器的选择 省流版 循环最为关键 优先赫明 正式 保证充能 可选天空M程式 四星武器可选西风M纯水 奴鹰等 净破效果一般 讨龙更需充能 输出玩法还是赫明 其他武器差距不大 命座介绍 命之座 讲解 一命 战绩的铲球CD较短 因此第二次释放战绩 可再次铲球 提高大世界探索体验 优化技能循环 二命 释放战绩后 将提升闲云的攻击力 并提高固有天赋2的增幅效果 使得闲云攻击力 对该天赋的增幅提升收益更高 增幅效果的加成上限更高 优化闲云的辅助能力 想要进一步提高闲云辅助功能的旅行者 解锁至二命即可 四命 根据释放的不天梯次数 为全队提供不同回复量的治疗 六命 解锁咸云的下落风伤输出玩法 提高咸云冲击波的暴击伤害 在释放元素爆发期间 咸云的战绩将不进入冷却 释放至多8次无CD的战绩 作为咸云的输出手段 想要体验咸云最强输出玩法的旅行者而言 可以考虑选择 解锁六命后 战绩处于CD中释放元素爆发 可直接重置战绩CD 总的来说 咸云0命的技能机制较为完整 主要以堆叠元素充能效率 攻击力为主 优化技能循环 提高下落攻击增幅效果 和治疗回复效果 打算优化咸云的技能循环 可解锁至1命 继续提高增幅效果 可解锁至2命 体验咸云下落风伤输出 可解锁至6命 配对参考 1. 风伤下落队1.1 消浮显组合 电脑档的出场顺序 1. 赫禄消浮 弗林纳EQ 咸云EQ 发禄山S 肖EQ接下落攻击 2. 赫禄消斑 咸云EQ 班尼特EQ 发禄山S 肖EQ接下落攻击 6命发禄山 可直接EQ 无需进行蓄力射箭 第四人选择夜蓝时 可采用下落攻击 恩普攻接中击 XS 循环的输出方式 角色培养 肖 奔发禄山 福宁纳 1. 第四人可考虑班尼特 福宁纳 也夜蓝 可考虑护钟离这类护盾角色 其他护盾也可以 但可优先有减抗效果的钟离 2. 选择班尼特 福宁纳 夜蓝等角色时 需要多堆叠充能 推荐堆叠在240%加 可考虑西风武器 3. 如果发禄山S 解锁6命 在200%左右充能后 可考虑提高输出 可选黄金剧团4件 提高输出 仍可选择钟式4 千岩4等提高效的攻击力 对内仅需一名角色使用钟式4件 多名角色使用仅重置效果时间 不会叠加 4. 效的增伤区间较高 咸云可考虑息时之歌 4件继续提高效的伤害 5. 咸云的充能效率 可在200%到220之间 配对 风伤附魔下落 万叶 灵尼特 1. 六命风源万叶 施放战绩 爆发均可获得5秒的风附魔 六命效果 高命万叶 可以搭配发禄山等角色 体验风伤输出玩法 其配对总体与消类似 如万叶加发禄山 加咸云加弗宁娜 班尼特 2. 六命灵尼特 施放战绩获得6秒的风附魔 与万叶的情况类似 六命可体验风伤输出玩法 万叶 灵尼特的风伤输出玩法 不推荐搭配六命班尼特 因为风附魔 会被班尼特的六命附魔所覆盖 2. 火伤下落队 2月1日 加明 迪卢克下落队 参考输出顺序 1. 加明队 加弦服刑 行秋QE 弗宁娜K 弦云EQ 加明EQG2 一输出 加弦服叶 弗宁娜QE 夜兰QE 弦云E卡 加明EQG2 一输出 加弦服班 弗宁娜QE 弦云EQ 班尼特Q 加明EQG2 一输出 加明的战绩冷却时间 未被重置时 是用普攻触发行秋 夜兰的协同攻击 2. 迪卢克队 迪协服刑 行秋QE 弗宁娜K 弦云EQ 迪卢克Q 接下落输出 迪协服叶 弗宁娜QE 夜兰QE 弦E卡 迪卢克Q 接下落输出 迪协服班 弗宁娜QE 弦云E 班尼特EQ 弦AQ 迪卢克Q 接下落输出 根据敌人 是否处于水元素负着 选择是否穿插普攻 处罚夜兰 行秋的协同挂水 1. 加明解锁 私命前 可堆叠20%到30%的充能优化循环 需释放元素爆发 来重置战绩CD 2. 加明的普攻 重击和常规下落攻击 并没有元素伤害 再配合弗宁娜 咸云时 可一定程度上 保证敌人 处于水附着 第四人 可考虑 为解锁六命的班尼特 加明 每次的特殊下落 会存在较短间隔 且属于后手触发蒸发反应 不残留元素 弗宁娜的荒性战绩 咸云元素爆发的协同风伤 可补充被消耗的水附着 配合触发蒸发反应 六命班尼特 在释放元素爆发后 会为场上角色的普攻 重击和下落攻击 施加火附魔 会有一定影响 3. 加浮咸的第四人 还可考虑行秋 夜兰 双水时可降低充能需求 提高输出 狄卢克对的补充 1. 在咸云的元素爆发 还存在先例助推时 狄卢克主要以下落攻击进行输出 尽可能多的保障下落攻击 触发蒸发反应 2. 因为狄卢克在释放元素爆发后 会使攻击转变为火伤 所以在搭配弗宁娜加咸云时 为保障蒸发次数 第四人选择可考虑 其一 选择夜兰 星秋下落攻击后 穿插普攻触发协同挂水 其二 搭配风源万叶 砂糖等染色角色 来染水补充水附着 风源万叶 砂糖的持续染水 依靠元素爆发 需要堆叠冲能保障循环 三 如果第四人选择班尼特 那么需要考虑不穿插普攻 战技 避免这些攻击抢走蒸发 搭配班尼特可考虑只释放下落攻击 2.2 胡桃下落队 1 胡弦扶行 行秋key 扶宁纳key 咸云EQ 胡桃一戒X循环 2 胡弦扶夜 扶宁纳QE 夜兰key 咸云EQ 胡桃一戒X循环 行秋搭配纪理件 可选择EQ的输出方式 角色培养 胡桃美航秋 灭蓝 1 胡宁纳单人的挂水并不稳定 可配合行秋或夜兰 胡桃可采用普攻加下落攻击的输出方式 及X输出 触发协同挂水 2 可适当降低福宁纳加行秋 夜兰的充能需求 转而提高技能伤害 邓福宁纳 220%左右 充能 行秋 6命以下240% 6命210%左右 夜兰 0命230% 1命210%左右 3 该阵容没有有效的先手挂火手段 闲云难以触发火扩散 触发封套四剑的减火抗效果 闲云可选席十四剑 继续提高胡桃伤害 也可选择封套四剑 提高福宁纳加行秋 夜兰的水伤输出 4 该搭配是胡桃的一种拓展性玩法 若以有练度较高的弧形中叶等组合 仍可优先考虑这类队伍 2.3 班尼特的火附魔 1.该玩法需要班尼特解锁六命 不推荐搭配其他具有附魔技能的角色 如虫云 坎蒂斯等 2.作为附魔辅助时 推荐班尼特 将充能堆叠至240%加 作为火C战场时 推荐充能堆叠至130%左右 3.参考搭配 风源万叶 林尼特 飞六命 加班尼特 加福宁纳加咸云 班尼特 输出 加咸云加福宁纳加辅助 最后推荐一组组队 3.冰伤下落队 3.1 神鹤福弦 1.神里灵滑的下落攻击会触发碎兵 使敌人解除冻结 因此更多作为Boss攻坚 对单时的选择 当然 神里灵滑也可利用自身的冰附魔机制 体验融化玩法 2.神鹤也可替换为罗沙利亚 迪奥纳等具有较强铲球能力的冰元素角色 促进灵滑循环 3.咸云在该队伍优先考虑翠绿之影四剑 4.灵滑依旧是元素爆发伤害最主要 下落攻击多为补抽伤害 更多是一种拓展选择 咸云入队的主要目的 持续的全队治疗保障稳定 获得较高的弗宁纳大招增伤效果 5.该队中的咸云 弗宁纳都要多堆叠充能 推荐在240%加 可考虑西风武器3.2 虫云的冰附魔 1.不推荐搭配六命班尼特 原因是班尼特六命的火附魔 会覆盖虫云战绩的冰附魔 2.可配合弗宁纳 深鹤等角色 体验冰伤直伤玩法 如虫云加深鹤 加弗宁纳加咸云 3.融化玩法 在单兵虫云时 较难持续做到扩散兵元素 先手施放虫云战绩 配合咸云扩散 会导致后续输出时 兵附魔覆盖率降低 4.参考输出顺序 咸云1 班尼特Q1 咸云Q 相邻Q1 虫云Q1接下落攻击 以上是配对部分 总结一下 技能升级 辅助可升级元素爆发Q 6命风伤 升级元素战绩1 敌命使风伤输出升级普攻A 武器选择 赫鸣鱼音 正式知名铜 天空之券 尘世之锁 西风秘点 无影蔚蓝之歌等 还可考虑其他充能武器 不推荐选择银满之时 攻击类武器 需要注意圣遗物多叠充能 如纯水流花等 圣遗物搭配 优先翠绿之影4件 西石之歌4件 还可选择宗式4件 海染4件 过度用绝缘2加攻击 治疗2件 此挑选择 优先堆叠充能保障循环 单风240%加 双风210%左右 其次考虑提高攻击力 命座提升 一命额外战技次数 二命提高辅助能力 四命战技附带治疗效果 六命解锁风伤下落玩法 以上就是本期咸云角色攻略的全部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